一个老男人告诉你,二婚女与头婚女最大的区别是什么? 男人喜欢把女人比作车子,只要条件允许,都想买台新车。 可是这对那些刚被买走就转手的九成新车子很不公平, 明明和新车差不多,甚至比新车磨合得更好,难道只有等待被选择的命运吗? 我觉得把女人比作车子不太恰当,因为女人是有血有肉,有灵魂的伴侣, 车子不过是工具而已,对于男人而言,选择了二婚女,远比选错了头婚女过得更好。 很多男人迫于传统观念和心理的那道坎儿,总觉得娶个二婚女是点丢人的事情, 其实日子过得好不好,两个人合不合拍,只有自己知道。 鞋子舒不舒服,只有脚知道。 二婚女和头婚女的区别,你了解吗? 一,钱,二婚女更看重钱带来的安全感,认为经历过婚姻生活,知道贫贱,夫妻,百事,爱。 没有钱,婚姻就是一地鸡毛,有了钱的保障,才能有浪漫,才能过生活。 你可以说二婚女人现实,但也务实。 同婚女,有钱难买我乐意,只要两个人有感情,有钱更好。 没有钱,两个人可以一起打拼,共同奋斗,只要对她好,钱不是重要的。 二,情。 二婚女渴望爱情,但也认清爱情只是调剂品。 在次嫁人时,二婚女不会把爱情作为恒娘标准,有了更好,没有也过得下去。 同婚女,爱情是根本,如果不能嫁给爱情,宁愿单身。 想把婚姻当成爱情来过,结了婚也意识不到身份的转变。 生活中仍然延续爱情中的作风,常常让男人苦不开眼。 三,性。 二,婚女因为经历过,所以离拜性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。 再次嫁人时,性是重要的恒娘指标,在婚姻生活中也愿意为了性做出妥协和让步。 只要性生活和谐,女人愿意改变。 投婚女,与性相比更看重爱,投婚女人结婚后,喜欢用性要求男人做出让步和妥协,在夫妻生活中也是只顾自己的感受,很少顾及男人的态度。